大明景泰年间 襄阳府里有个举人 姓杭 名孝拙 家财万贯富甲一方 为人慷慨豪爽仗义书才 还学孟长君和孔北海 在家里养了许多食客 闲暇时 唐孝拙喜欢带上朋友到附近郊游 这天他带着家丁从城外回来时 觉得又饥又渴 见前面有一间酒寺 立刻赶了过去 韭菜上来 唐孝拙刚要冻筷子 就听到旁边有吵闹声 只见有一个渔翁模样的老人 花白胡须 看上去有七十多岁 穿得破破烂烂 正被电伙计推荡辱骂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唐孝拙见老人这么大年纪 有些可怜他 便把电伙计叫过来 问他为什么要打人 电伙计说 这个老人是酒成性 经常到店里奢酒喝 问他要钱 他却说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伙计们气不过 就动手打了他 杭孝拙听后哈哈大笑 说道 不就几个酒钱吗 你看他那么大年纪 要是打出个好歹来 倒霉的还不是你们 他的酒钱 我付了 这老人看到杭孝拙替他付钱 好像一点都不领情 靠在树上高声喊道 连日无余欠酒钱 酒家窝柱钓鱼船 几番欲脱缩一当 又恐明朝是雨天 杭孝拙看着老人挺有意思 问他姓甚名谁 家住哪里 老人笑而不答 在问之下 他摇摇晃晃走到杭孝拙 桌前说道 老夫无名无姓 你叫我老酒鬼就行 听他这么一说 杭孝拙反而对他来了兴趣 请他坐下喝几杯 老酒鬼也不客气 大大咧咧地坐下 端起酒碗就往嘴里灌 扯下桌上的半只烧鹅啃了起来 没一会儿功夫就把一坛酒喝光了 杭孝拙见他酒量这么好 高喊佩服 又让店小二拿来两坛子酒 老酒鬼抱着坛子继续喝 杭孝拙笑着对店主道 我看这位老人家倒像个酒仙 以后老人家再来喝酒 你只管给 酒钱全寄在我的账上 店主笑着奉承道 杭大官人真是大方 你这老酒鬼 今天运气真好 还不快谢谢杭大官人 老酒鬼却不说话 又喝了一会儿 直到喝得微醺 晃晃悠悠站起来 连声窃都不说一声 跳上旁边的一只渔船 撑干就走 杭孝拙身边的几个朋友 都埋怨着老酒鬼没规矩 可他却不以为意 一个月之后 杭孝拙出城完 突然想起上次遇到的老酒鬼 特意到那间酒嗣问他有没有再来 店主道 大官人替他付酒钱 他能不来吗 他天天来 已经欠下十两银子了 果然是酒仙 杭孝拙听后哈哈大笑 让家丁付了酒钱 接着说道 他老人家要是再来 你还赦给他 到了月底来我府上结账就是 接下来的大半年 酒嗣主人每个月 都来杭孝拙家结账 老酒鬼每个月 都能喝掉十几两银子的酒 杭孝拙全都照付不误 有一天 杭孝拙闲来 吴氏正在花园溜达 管家突然跑了进来 说是老酒鬼求见 杭孝拙立即让管家带他进来 老酒鬼很快跟着管家进来 左手提着一楼鲤鱼 右手抱着一坛酒 见到杭孝拙 老酒鬼放下东西 向他抱拳行礼 说道 老酒承蒙公子台爱 一直没机会报答公子 如今要离开襄阳 特意拿来一楼鲤鱼 一壶自酿的酒 聊表心意 杭孝拙非常高兴 命管家把鱼喝酒拿到厨房 让厨子烧鱼温酒 和老酒鬼开怀畅饮 酒过三旬 杭孝拙问老酒鬼要去哪里 老酒鬼道 老夫漂泊江湖 随波逐流 在这里带烦了 想换个地方 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老夫看公子气语不凡 却是两眉猥琐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老夫虽然拥桌 但天底下的是见过不少 或许能帮公子开解开解 唐孝拙道 我头一回见老人家 就知道你老人家不是一般人 真是冻若观火明察秋毫 实不相瞒 我虽然家财万贯 却有三件恨事 一直耿耿于怀 老酒鬼道 哪三件事 公子说来听听 杭孝拙咽下一杯酒 站起来说道 我家祖上收藏了一张古琴 满身梅花 弹奏起来 可咬五月气鬼神 赵风雷裂金石 那年我带着他途经养子江 当地的水神派了两只蛟龙 强行索药 我不肯给 他就腥风作鱼要把船掀翻 无奈之下 我只得江琴投入水中 这才安稳渡江 这就是第一大恨 我两年前游历苏航 遇到一位家人 名叫玉簪 聪慧过人 貌似天仙下凡 我与他轻心相恋 正打算为他赎身 没想到有个叫沙婆维的边将 强行讲他掳去 从此老眼纷飞 萧郎竟成末路 此第二大恨事 我生平最爱西湖美景 可惜离杭州太远 本想举家搬迁 怎奈先祖创下的家业 全在这里 不敢舍弃 此地山水怎么比得上苏杭 这是第三恨事 老酒鬼听后拍着脖子说道 你这三件事 还真不容易办到 老酒鬼想了又想 突然对杭孝捉道 我虽然没有这本事 却能给你找个有本事的来 城南郊外有一颗老松 高大挺拔 形状像是一条盘龙飞翔在天 向东边走一尺四寸 然后向下挖掘一尺深 就能得到一只古瓦瓶 挖掘时千万小心 古瓶上有浮路 万万不能有任何损伤 带回来以后 你诚心诚意地 对古瓶念诵愣言经一百卷 浮路就能消退 然后瓶子里的神仙就能出来 这位神仙一定能帮你 完成三个心愿 到时候如果神仙问起来 千万别说是老夫说的 否则神仙肯定不会轻易饶过老夫 唐小卓早就觉得老酒鬼不是一般人 听他这么一说 大喜过望 恭恭敬敬地敬了他三杯酒 一壶酒显然不能让老酒鬼尽兴 唐小卓又让人拿来家里的藏酒 老酒鬼喝得鸣鼎大醉才告辞 唐小卓见他走路晃晃悠悠 要派人送他回去 他却说不用 第二天 唐小卓想起老酒鬼 在酒桌上说的话 想让他带自己去找那颗古松 于是带人去城外找 可怎么都找不着 找不到老酒鬼 唐小卓决定自己找 带着几个亲信家丁到城南找了三天 终于找到了那颗古松 按照老酒鬼的吩咐向下挖 果然挖到了一只很不齐艳 刻满福禄的古瓦瓶 唐小卓将古瓶捧上香岸 沐浴更衣之后 开始念诵经文 古瓶好像通灵有感 随着经文念诵 瓶盖慢慢向上涨 显示出上面刻的符录 经文念完后 瓶盖忽然飞了起来 然后落到旁边地上 一缕青烟过后 瓶盖变成了一位 手持金书的金甲神人 飞速跑到客厅外 只听霹雳一声响 金甲神人笔直地朝着天空飞去 唐小卓看着眼前一切 惊得目瞪口呆 缓过身后走过去朝瓶子里仔细看 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在他疑惑不解之际 忽然听到身后有环佩相撞的声音 回头一看 竟然是一位美丽的女子 只有十五六岁 沉鱼落雁貌若天仙 微笑着向他道了个万福 唐小卓知道他肯定就是瓶子里的神仙 赶紧请仙女上座 并询问他的来历 仙女说道 我乃通天狐 唐天宝年间得道 之后一直游戏人间 见过安室之乱 见过齐王守秦方拉 也见过宋氏南渡 后来 我因为用酒误杀人命 触犯天条 被尹真君收于坪中 埋在松树下 刚才那位金甲神将 就是看管我的使者 我身在坪中不见天日 卢坠沉闷地狱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有出头之日 不知公子是听了谁的指引 唐小卓说道 没人指引 是我采挖茯林时 偶然间发现的 仙女道 瓶子上的符露 没有经文是打不开的 要是瓶子碎了 我也会粉身碎骨 如果没有神仙指引 你是找不到我的 唐小卓答应过 不能说出老酒鬼 只好不做回答 然后问仙女叫什么名字 仙女道 我没有名字 你叫我平银子就行 自此平银子 就住在 杭孝卓的书房里 到了晚上 仍然回到瓶子里 杭孝卓和他 谈诗论文 喝酒下棋 相处得十分融洽 但绝没有那种关系 时间长了 杭孝卓向平银子 说起他的三大恨事 希望能帮他实现 平银子想了想后说道 这三件事说难也不难 只是可能会减去我千年道行 既然是公子救我出来 那我就为公子想想办法 几天后 平银子带着骨瓶往来到 杨子江上 念动咒语 没过一会儿 一只小龙女浮出水面 有蜥蜴那么大 然后急忙把他收进瓶子里 转头就走 忽然将面上电闪雷鸣 一条老龙带着虾兵蟹将 追了上来 平银子拔剑和老龙 斗在一起 老龙不是平银子的对手 放下兵器哀求道 你我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捉走我的爱女 平银子说道 你也知道心疼 那你为什么要无故抢夺 襄阳府航校桌家的古琴 把女儿还给你很容易 只要你把古琴还回来 你可愿意 老龙道 是我的不是 我愿意 老龙回到水里 捧出一张古琴交给平银子 换回了女儿 平银子带着古琴 向杭啸桌交差 杭啸桌仔细看了看 摆摆手说道 这不是我家的琴 我家的琴上有十六字名文 山深气清 外赖萧萧 古无人踪 为时娇摇 平银子明白是被那老龙耍了 怒不可遏 转头回到江上 再次念动咒语 江水被源源不绝地 吸入瓶子里 很快就见底了 老龙惊恐万壮 立刻派儿子来询问情况 平银子这次不跟他啰嗦 将龙子收进瓶子里就走 老龙见儿子被收走 立刻出来哀求道 古琴不是已经还回去了吗 仙人这次又是为了什么 平银子道 就你那点小伎俩 还想跟我斗 赶紧把真琴还来 不然我就学哪吒 把这小泥球包皮抽筋 老龙赶紧说上回是开玩笑的 把真琴交了出来 平银子艳明后 才把龙子放出来 把江水灌回江中 古琴取回来后 杭孝洲仔细艳看 这次没有错 确实是他家祖传的古琴 歇了几天之后 平银子又潜伏到边疆 沙坡为身边 看到有一名美少女 从他帐里出来 大约十七八岁 貌美至极 平银子认为他就是玉簪 随即施法将他昏迷 收入瓶子里 承云嫁务回到襄阳 平银子让杭孝洲来接人 杭孝洲看后说道 这位美人确实很美 可他并非玉簪 平银子道 既然不是玉簪 那我把他还回去 当他把女子带回来时 发现营中人声沸腾 说是在寻找将军的女儿 见此情境 平银子顿时心生一计 站在云头对下面说道 下界的人不要惊慌 我是月宫嫦娥的侍女 嫦娥请小姐道月府赏花 我奉命来请 带她一游月宫 特来送还 平银子落下云头 放出女子 女子正好苏醒过来 边将沙婆威以为平银子 真是月宫仙女 赶紧将她请到帐里 殷勤侍奉 向她询问月宫里的事 平银子向沙婆威描述 月宫的景象 沙婆威对身边是从道 把玉簪娘子请来 一起听先人说天上的事 随即 一位美女走进来 约莫十八九 美如天仙 好奇地看着平银子身上背的瓶子 问道 请问仙人 这个瓶子是天上的宝贝吗 平银子道 正是 这是大罗金仙 用来装穷江玉露的法宝 人进到里面就能长生不老 沙婆威问道 这么小的瓶子 人能进去吗 平银子道 我自有法术 即便是将军这般魁梧 也能进入 沙婆威兴奋说道 那先让我试试吧 平银子取下瓶子念动咒语 沙婆威慢慢走向瓶子 只见他身子慢慢变相 走进瓶子里 接着又走了出来 身体随即恢复原样 手下兵族看到这神奇的景象 争着要进去试一试 平银子非常大方 让他们轮流进去出来 沙婆威问道 女子能进去吗 我想让于三也进去试试 平银子白白手说道 不可 女子乃武恶漏体 进去之后恐怕会污了我的法宝 沙婆威听后非常失望 平银子趁机说道 既然将军这么诚心 也不是没有办法 等夫人和小姐出来之后 我立刻到天河把宝瓶清洗一遍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沙婆威和玉簪大喜过望 玉簪拉着小姐高高兴兴地走进瓶子里 随即平银子也立刻跳进瓶子里 突然消失不见 看到瓶子消失 沙婆威虽然十分惊讶 但却并不担心 以为玉簪和女儿 是跟着仙女到天上去了 很快就能回来 平银子将两个女子 从瓶子里取出 对杭笑桌说道 公子的第二件事我也办到了 两个女子很快清醒过来 杭笑桌再次见到玉簪 欣喜若狂 而玉簪心里也还惦记着她 至于沙婆威的女儿 自然不能放她回去 经玉簪百般劝说 她觉得回家无望 只得尾声跟了杭笑桌 杭笑桌找回旧爱又得新欢 高兴得何不拢嘴 可是她又害怕沙婆威得知消息 想一居杭州的心思更加迫切 杭笑桌请平银子 帮她完成第三件事 平银子却十分为难 说道 这第三件太难实现 况且公子已经实现了两个愿望 人间的事哪能实权实美 做人不能太贪心 这第三件事就算了吧 可是杭笑桌十分固执 一直苦苦哀求 平银子始终没有答应 一个月后的一天夜晚 杭笑桌睡得正香 忽然觉得整个屋子都在动 随即听到呼呼的风声 又听到人马撕杀声 吓得她赶紧起来 她在窗前向外望去 外面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 不知过了多久 震动停了下来 听到远处传来钟声 再来是鸡叫声 之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第二天起来 她走出院子一看 外面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只见远处山似飞拳 掩映在烟雨蒙蒙之中 她跑到街上 拉住一个路人 问这是什么地方 路人指着远处的断桥告诉她 这里是西湖岸边 杭笑桌立刻明白 这是凭银子完成了 她要求的第三件事 她兴奋地冲到书房 想问个清楚 却发现谷平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不在了 第二年 杭笑桌带着古琴 带着两位新夫人 到燕荡山游玩 忽然看到一片彩云飞了过来 一位美人背着一只瓶子 站在云头 对她说道 杭公子 这下如愿了吧 杭笑桌仔细一看 竟然是平银子 杭笑桌请平银子下来序话 平银子道 为了公子的第三件恨事 我差点丢了性命 为帮公子把家宅搬到杭州 路过杨子江时 那条恶龙前来报复 想要截杀公子 我用神剑削去她一只耳朵 公子却正抱着美人酣睡 我将公子安置好后 正打算穿越南海 没想到被菩萨知道了 把我捉去重则八百 到现在背上磅伤还没有痊愈 公子要是还念在 我帮公子完成三件事 就请再为我独一万遍愣言经 好让我身上的伤早日痊愈 平银子说完 成云嫁务而去 唐小卓回到家后 立即为平银子念诵经文 后来他也得了仙术 带着两位美人不知所踪 再也没人见过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